她说她是蓝绿的照妖镜 我觉得她这一面照妖镜 照蓝照绿 但她常常忘记照自己 搞不好她自己才是那一支最大的妖 这个我要讲的就是说 镇峰处当然不能是保镖 而且她说她自己 自己不具法律尝试 不知道镇峰不能去查 我跟你讲 镇峰处在接受陈崇文议员咨询的时候 镇峰处长 自己就有讲说她镇峰处 不适合到这一间公司去查账 所以如果柯市长有听专业的 她就不会做这种事 她自己没有法律常识 镇峰处处长不会没有法律常识 镇峰处处长在背询的时候 就已经跟她讲了 可是为什么她还是让镇峰处去查账 我要跟大家报告一件事情 柯文哲第一次发动查账的时候 是在6月5号 你知道我们礼拜三的时候 把镇峰处 市场处还有监察人 一起交到民进党党团去 请他们跟我们报告 6月5号跟6月7号查账的状况 你知道6月5号查账的由来是怎样 是市长在成会的时候 交代秘书长 交代台北市政府的秘书长 说要去查账 台北市政府的秘书长去交代谁 要去查账 交代镇峰处处长 交代镇峰处处长说去查账 镇峰处处长去跟我们的监察人说 秘书长跟市长说叫我们去查账 所以你头要转转的 我们头要来去查账 所以谁在作乱 是啊 是市长交代秘书长 交代镇峰处发动 我们都知道 监察人才是查账的主体 为什么是镇峰处发动 叫监察人去查呢 监察人那个省副局长 财政局的省副局长 就是所谓的监察人 姑且现在不要论他 适不适合担任这件事情 他其实应该是主动发动 如果你台北市长 你身为股东 你应该去叫监察人发动去查账 你怎么叫镇峰处去查账 对不对 然后再来这个监察人说什么 监察人说他们原本预计 他自己原本预计 是6月11号去查账的 但因为市长6月5号交代 所以他变更成6月5号去查账 所以整个都乱得套了 市长会不知道吗 这个整个无因灵的事件 乱源就是他自己 为什么 因为他想要从中得利 我们大数据来看的话 把柯对柯皮负面的声音 逐渐在身高中 这个在过去比较少有 就是很明显的柯皮感觉到 他为什么自己受访了 受负的时候 他自己扣分 他自己也非常清楚知道负贫 就是负面评价越来越多 在过去其实是一面倒 现在负面的跟勇科的科粉 就几乎是平分秋色了 所以他就感觉到有遗迹了 这就是为什么他要出面 去扭转 事实的一个去凹 去凹的一个主要原因 因为他想把 大家对他那个负贫 说你为什么要去欺负吴英零 那个现象 改成 欺负吴英零就是欺负柯文哲 好像跟柯文哲站在一起 好像跟吴英零站在一起 他就能够抵挡这个负贫 可是事实太明显了 这种凹啊 是扭转不过来 有点像他去电台受访 收回那个两岸家亲一样的 他收回以后 又做了一个保守保留 就让那个负贫的意见忽然大增 你就可以知道 他想要凡事他想要凹 想要两面讨好 反倒就是两面都失分 晚间十点 敬请锁定 朕直到了